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君洪台长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新领导师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法已有二十年 卢台长以传统佛经教理 感化众生 学佛修心 帮助众生解决现世问题 改变命运 离苦得乐 卢台长通过智慧妙法 以方便智 说方便法 令身陷尘世的众生 如木甘林 破迷开悟 提升境界 以出世之心 修入世之行 弘扬人间大乘佛法 广度天下有缘众生 卢台长已近二十年的无私奉献 慈悲度众七百万人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至今 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近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球掀起学佛修心的热潮 使中华文化与佛法走向世界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佛法与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 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君洪台长 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并于2012年 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 英联邦 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2013年 德国柏林 世界文化外交峰会 为卢台长颁发 世界和平 杰出贡献奖 2014年 意大利九复盛名的西耶纳大学 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世界和平峰会上 卢台长再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并在联合国倡导的全球和平文化峰会 获颁世界和平教育大使奖 实隔一年 我们有缘再度汇聚相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成全 殊胜因缘 感恩卢台长 无私奉献 慈悲付出 也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让我们珍惜佛缘 共募佛光 聆听佛法 开启智慧 明心见性 祈愿世界和平 国泰民安 现在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台长 为我们慈悲开示 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和锦旗 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的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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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敬 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的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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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敬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 有此殊胜的因缘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 有此殊胜的因缘 众佛友欢聚一堂 用佛菩萨的智慧解除人间的烦恼 共沾法衣 佛光普照 感恩来自全世界的佛友和义工们 各位嘉宾 各位高僧大德和媒体的朋友们的祝援 愿佛友们用心去爱每一位有缘众生 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有情众生 爱地球村的一草一木 在人间和人的内心就拥有一片净土 而这片净土就是世界和平 国家繁荣 人民安康 家家平安 人人幸福 这就是人间极乐 每年一次的解答会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排除人间的疑惑 放下执着 去除烦恼 用中华文化和佛菩萨的佛理来净化人们的心灵 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菩萨给我们心灵解脱的一个路和方法 让我们用心灵解脱的一个方法 开启我们的正能量 去除负能量 天天善念行 这就是正能量 时时除恶念 这就是去除负能量 心伯两相依 净土来实现 世界卫生组织在第十届世界精神病学会上宣布 在全世界有22%的人 因为烦恼 因为想不通 因为称恨 精神紊乱 已造成了这个世界上近15亿的人 拥有精神类的疾病 如恐惧症 忧郁症 自闭症 强迫症 精神多疑症等 所以家庭的夫妻吵架 各执己见 相互责骂对方是精神病 其实双方都有毛病 精神类的疾病 会导致家庭破裂 杀害儿童 现在大学生的自杀 跳楼 长期的失眠 虐待家人 已经给我们这个社会和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我告诉大家 在南非总统曼德拉四世的追悼大会上 有一个首语的翻译 居然是一个精神病 而且有犯罪前科 他胡乱的笔划的首语 是一个没有人看得懂的首语 南非的文化部还为此专门做了道歉 所以人身体的病好医 而心灵的病难治 救治心灵 让人们身心健康 要用中华文化的孝体理议 理智 化解家庭矛盾 要用佛菩萨的智慧 振作精神 调整情绪 把心放下 学佛的理念 知足常乐 我们想不烦恼就要知足 想不通 自己会常常接受精神上所受的压力 会造成你心理的疾病 当年 希德勒精神崩溃 欲望膨胀 造成了二次大战 导致全世界有几千万人的死亡 所以现代社会 人人都在追求名誉 财富和地位 各个为自己的利益活着 自私心膨胀 造成了贡业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众生 自己要背这个业 为什么现代人的感情这么的痛苦 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在想 而没有为别人在想 希望学佛人心中无我 要心想的众生 那才是佛菩萨的精神啊 一个人的嗔恨心 是很累的事情 你恨他 说明你并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还要为他伤神劳累呢 如果你喜欢他 你为什么还要去恨他呢 世界本无事 庸人自扰啊 学佛人讲随缘 随缘 不是跟随 是顺其自然 不埋怨 不急躁 不过度 不强求 随缘 更不是随便 是把握机缘 不悲观 不刻板 不慌乱 不忘形 台长 教你们做人有五个随 随时 随性 随欲 随缘 随喜 五随之精华就是 珍惜人生 轻松的随本性 随佛性 来这个世界上生活 我们的心每天都在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记住 这是你的外心所为 这是一颗被五欲六成所污染的心 我们不去理他 内心就会产生出一个本性的理念 我已经拥有了我在人间的一切 我不能要这个 我不能要那个 要想到你的财部 房子 车子 都是向别人借来的 租来的 跟谁借的呢 跟地球租来的 只能使用他们 而不能直练他们 即使没有财部名利地位 我的生命一样会过得快乐自在 有一个小和尚 向老禅师请教禅法的真意 老禅师看着他就说了 我知道禅法的真意 但是我现在要去吃东西了 我肚子饿了 说的就不理他 离开了小和尚 小和尚心里在想啊 刚才我看他不饿 为什么我一问他 他就说饿了呢 会不会他回答不出 有意的避开我呀 所以老禅师看出了他的心思 就说这也不能怪我呀 这种小事情 我也得自己亲自做才行啊 你说你能替我吃饭吗 我会饱吗 说完 老禅师笑呵呵的走了 不理他 小和尚回到了禅房 静静的在想到最后一句话 突然之间 悟出其中道理 他大声的叫道 噢不能替代代替不来 原来禅的争议就是不能替代 我们学博人不能靠着别人 学博人想解决自身的家庭问题 孩子问题 心灵的问题 靠的不是别人 靠着自身的愿力 靠着慈悲的心 靠着能够原谅别人的心 用智慧才能解决你当下的问题 佛法的禅物就是悟出人生的执着 解脱沉重的生命之生死 佛法就是让你自己造性自明 就是造到你自己的本性和良心 让你自己来明白你做错了什么 你做对了什么 这样才能够让你造见五蕴即空啊 依靠自身心中的佛性 不去依靠别人怎么说法和体悟 你去抱着别人的想法观念去修 你一定会走路迷藏当中 这样的学佛法如同鹰母一样 它永远只能突发其声 不知其意 所以一定不能停留在 学佛的低层次上 我们要懂得佛法 理解佛法 我们才会运用佛法 自修自得不能代替 测误人生靠的是自信啊 一个人自己不开悟 别人急坏了都没有用 所以佛法真的是一个哲学啊 佛法是我们内心的科学 是人类的精髓 佛法是推动世界和平的良方啊 学习心灵法门 要以慈悲去实践利益众生之行 要以觉悟去实现人类的精神 净土化 爱国爱家 以界为师 内外一起修 真正修成人间的佛 中华的优秀文化 佛教的精髓 是人类良好道德的基础 佛法 拥有传统的德能实践 菩萨的慈悲 电台的节目当中 都是现场回答大家问题 所以呢 经常有些听众问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在六月二十二号下午 那么节目里的台长看出了 他听众儿子头上呢 有灵性 而且肚子很大 嘴巴呢很小的情况 就是我们常说的饿死鬼 台长问他 他祖上有没有人饿死的 听众马上说 有有有 台长还描述出 他儿子现在的症状 有忧郁症 自闭症 恐惧症 怕见人 并且开始他 要念小房子 操度灵性 把饿死鬼操走了 人就会好起来了 下面给大家听一听 当时的录音 谢谢大家 请卢台长帮我看看 我的儿子 平六年三月初七在生农 看他有灵性没有 有啊 我告诉你啊 就在头上啊 就在头上 大肚子的男人 肚子大得不得了啊 一个肚子很大的 嘴巴很小的 这就叫饿死鬼 听得懂吧 哦 你们家里过去 有没有人饿死的 祖上 有有有 现在知道了不了 给他念啊 赶快念啊 否则他的灵性不走的话 你的孩子 脑子一直糊涂啊 明白了吗 就是就是就是 说的短很对 忧郁症啊 自闭症啊 全有啊 对对对 还有恐惧症啊 对对对 你说的很对 怕见人 看见人都怕的 对对对 我告诉你 这种孩子都是灵性啊 这个 这个饿死鬼走掉了 你孩子就好了 明白不明白啊 明白明白 想跟卢台长 想跟观星普照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经常用批评的眼光去看别人 世界充满着缺陷和过失之人 用自己傲慢的眼光去看别人 世界充满着低贱和愚痴之人 学博人要学会用智慧的眼光去看人 你就会发现 每一个人都有值得你尊重和学习的地方 要想令自己在生命当中不失望 最好不追求人间的事物和对人的失望 心中没有欲望 心中没有欲望的人就永远没有失望 他的生命就不会有失落感 四祖道姓还未有悟道之前 向三祖增灿请教 他说 我觉得人生太苦了 你给我一条解脱之路吧 三祖反问道 是谁捆绑了你呀 没有人捆绑我呀 既然没有人捆绑你 你就是自由的 你已经解脱了 何必还要去追求解脱呢 那么怎么样才能求得一方净土呢 佛主继续讲 谁污染了你呀 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灭盘的境界呀 谁给了你生死啊 生与死有什么区别呢 生生死死死 死就是生生就是死啊 所以只要自己没有束缚住自己的心 你就不会被事物和人所束缚住 人的心怎么会被自己束缚住呢 因为我们有贪心 我们的欲望 我们热爱喜爱某一件事情 我们就会被他锁住 所以永远不要给自己绑上束缚 明白这一点 你生活就会随意 就会得到解脱 台长 告诉你们有一个真实的事情 有一个贵夫人整天在家里 她是养了一头鹦鹉 这头鹦鹉有一段时间 看见他回来 老跟他说一句话 再耐心一点 再等等吧 再耐心一点 再等等吧 他就怀疑 是他先生 跟第三者打电话的时候 被他听见了 所以这个鹦鹉天天在家里讲这个话 这个时候 他的太太这个贵夫人就天天的跟他闹离婚 天天的跟他争吵 最后法院说 你能不能多提供点证据啊 这位贵夫人居然把鹦鹉带去 想一想 人生就是这么把自己驳起来的 想一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 就是整天在家里闹 最后真的离婚了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不要去将自己肃驳住 不要去怀疑别人 怀疑别人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不够啊 拴小船的木桩 对小船道 台长告诉大家的预言 拴住小船的木桩 对小船说道 哈哈 你失去了自由 小船跟他讲 你也失去了自由 实际上 学博人说 一心想拴住别人的人 其实自己也被别人拴住了 放开胸怀 拥抱世界 世界 台长 告诉大家 有一个父亲早上呢 在家里 找手表 找来找去找不到 他非常着急 因为上班时间不够了 他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一边抱怨 哎呀怎么回事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心里很纳闷 等到父亲上班了之后呢 这个孩子啊 就偷偷的溜进了屋子里 一会儿他就找到了手表 那么父亲回家之后 孩子说 爸爸 我帮你把手表找到了 哎 父亲 非常的纳闷啊 孩子啊 你怎么会找到手表的 结果 孩子说 我安静的坐在你的房间里 一会儿我就听到了 滴答滴答的手表声音了 所以我就找到了 人生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人每天在焦虑当中活着 每天在寻找着自己的生活 我该怎么办 你反而找不到 我们学博人 只有将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你才能听到你内心的声音 你才能找到你人生 真正的目标 如果你因为别人一句话 你就大发脾气 又因为你被人家说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你就飘飘欲仙 实际上你的心已经被别人控制住了 所以要把自己的快乐 忧伤不能托付给别人 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就伤害我们自己的良心 伤害我们自己的本性 所以如果整天活在 别人说我什么 我听什么 别人表扬我什么 我开心什么的人 绝对是物性不全的人 鱼吃藏水啊 中华国学当中说到 是非终日有 不听自然无啊 大家知道 我们 在 澳大利亚 整天 都有一些 新闻 在我 出来之前5月30号的时候 看到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 是一名华裔的女子 她只有21岁 她跟婆婆两个人 经常的争斗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最后 有一次 她被婆婆怒不可恶的 用锤子 反复的 打了她的头部 三十三下 手段极其残忍 在 墨尔本的浴室里 到处都是血迹 后来 法官问她 你为什么 会这么残忍的 杀害你的席部 她说了一句 令法官都莫名其妙的话 她说 这个席部 从来不尊重我 没有规矩 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难道你这个婆婆 把别人打了三十三锤 自人已死亡 这就是良好的教育吗 所以现在的人变态 所以 现在的人心胸狭窄 现在的心 永不得别人 台长 经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一起 听众朋友们 我经常问她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恨你的先生 她居然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因为她喜欢儿子 我说你喜欢儿子 你也可以喜欢你的先生吗 她告诉我说 儿子是自己养的 先生不是我养的 鼓掌 说明人的心 态 已经变异 说明现在的人 思维都不正常 冰冻三尺 悲一日之寒 长期的称恨 会造成你心里的执迷不悟 到了最后 你会偏执 堕落 魔道 你们知道 在心中的魔是什么吗 那就是贪 撑 吃啊 那是三毒啊 烦恼 不能去除 就犹如一个人 陷入泥潭当中 会越陷越深啊 所以现在的人 赶紧要懂得 爱护众生啊 一个人 心中不能从有众生 他是一个自私的人 有人问我 什么叫圣人 什么叫小人 天天肯吃亏的人 那就是圣人 每天想着占别人便宜的人 那就是小人 人 心是我们行为的根源啊 贪心会生出仇恨 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一点点的恨心 都不能放在心中 一点点的嫉妒心和贪心 都不能放在心中 因为当你将一点点的贪心 和贪心放在心中的时候 你慢慢的心就会被 这些恶的五欲六成的 业障所缠绕 就犹如一个电脑一样 今天有一点病毒在电脑当中 你没有把它清除 明天又有一点病毒 终有一天 这个电脑一定会死机的 永远不要去恨别人 永远心中就存于爱 那这个世界就属于你的 要学会我们发出的语言和行为 意念 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的痛苦 所以我们要以慈悲心 来指导自己的深口意 一定会给你带来幸福 记住我们老祖宗 讲过的一句话 一善皆百哉啊 多做善事 让全世界人都有一颗善心 这个世界将会无比的美好 台长 知道很多人来看我 都希望我教你们一点方法 做人 怎么样能够不让自己走进死胡同 那么我现在呢 就开始一点点 讲给你们听一点经典的东西了 大家又开心了 做人一辈子 需要有四种人陪伴着你 实际上这四种人 也是你离不开的 首先第一种人 那叫明师指路 第二种人 叫贵人相助 第三种人 叫亲人支持 第四种人 叫小人 能够激励你 更好的去生活 没有别人嫉妒你 你不会成为一刻轻松 没有别人对你的 各方面的嫉妒 你的心胸永远不会 扩大和长大 所以希望大家 要学会有智慧的人 要学会有信仰的人 聪明的人 是计量利弊得失 但是今天我赚你多少 明天我赚你多少 明天我赚你多少 而有智慧的人 那是勇于舍的人 因为只有舍的人才能得 所以才叫舍得 舍得呀 要克制好自己 要克制好自己 要拥有人间的大智慧 人间的大智慧 就是我们到了人间 就游如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 这个旅游的地方 那么让我们快乐无比 能够痛苦无比 那就是人间 我在联合国大会上 我跟他们讲 想一想 你们五十年后 你们在哪里 世界上这么多的纷争 想一想五十年后 你又真在哪里 我们从小在学校里的时候 就不停的真啊 在嫉妒当中活着 而现在我们成为一个长者 成为一个大人 我们还会为过去的那些 点点滴滴难过的事情 还会忧伤和悲伤吧 早就忘记了 实际上 忘缺烦恼 能够拥有智慧 拥有大慈悲的心 拥有感恩的心 那才是一种 无上佛的智慧和道德呀 有一位 满脸愁容的人 他七十多岁了 他还没有结过婚 到处去旅行 有一位法师就问他了 你在找什么 整天到全世界去 他说我想找一位完美的女人 娶她为妻 娶她为妻 一个人 在世界上 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缘缺 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情 是完美的 我们刻意的去追求完美 那本身就不是一种完美 承认自己的不完美 容忍别人的不完美 这就是在你心中铸造了一朵完美的鲜花呀 每个人都有缺点 当你能接受自己缺点 并改正的时候 你会发现 缺点也是你的一种增上缘 因为你有缺点了 你才会想到我要科普他 我要超越他 能够增加你上进的一种缘分 所以不要怕别人说我们的缺点 只要是真正的学佛人 要做出佛的样子来 要说佛言 行佛为 思佛想 做出榜样出来 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慈悲和智慧 这就是人间的佛 我们在短短的人生当中 要学会创造一个快乐的生命缘 这个缘就是两种 第一种 第一种 要安排自己一生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 不要让自己太累 第二 一颗满足感恩的心 这就会得到你生命的源泉 快乐的秘密 在于简单 实在 不贪 不求 自己 知足 如果我们天天 对着欲望 不能满足 我们就会痛苦 就会烦恼 还会 让自己的身心 受到严重的伤害 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 还不如 常知足 常感恩 中华的文化 国学当中说 我们的古圣人说 贫穷自在 富贵 多优啊 拿得起 放得下 这才是一个 学博人的心态 人生 实际上就是存活在 三天的轮回当中 每天以三天的轮回 为计算 台长告诉你们 活在 经昨天的迷惑 就是昨天 昨天是迷惑 就像我们很多人 来到人间 不知道人间 我是谁 我干了什么 最后当死的时候 也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我接下来我又是谁 这就是人 对过去的迷惑 台长把它归纳为 昨天的迷惑 你活在昨天的迷惑当中 你活在明天的等待当中 这是第二天 这是第二天 你只有活在今天 就是活在当下 你才是最踏实的 今天 就是你们每分钟的人生 你只要做好你今天的菩萨 人生才会最美好 最有希望的 台长 台长 在 节目当中 经常的 劝大家 学佛修行念经 能够让 屠杀的慈悲光 能够救度众生 在6月22号 有一位女听众打进电话 她说自己在2011年 得了脑瘤 双目失明 这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孩子 从小 那就是脑瘤之后 压迫神经 双目失明 2012年开始修心灵法门 年三十上头香的时候 她得到菩萨的加持 看见一团火光 慢慢的她可以看见影子 后来她看到了立体感 后来她能够看到颜色 现在都能写字了 而且她多次梦见菩萨帮她治病 年前还梦见台长去电话她 要她真心忏悔 下面给大家听一听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你好 台长我先反映一下 我从修心灵法门以来 带给我的改变 我是从12年修台长的法门 我是11年得的脑瘤 然后我的眼睛看不到了 但是我修台长法门以来 我年三十烧头香菩萨加持 让我的眼睛看到一团火光以后 我的眼睛从看到一影子 然后看到立体感 然后现在看到颜色 我现在可以写字了 哎呀小姑娘恭喜你啊 哎呀关心菩萨大慈大悲啊 感恩关心菩萨 是的是的 呼萨一直在救我 而且呼萨到梦里来都 都来帮我致敬 然后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白色的 穿着白大褂的一个男士 都给我来致敬 然后台长在过年前 就是说今年过年前到梦里来指点我 他说你小姑娘你一定要真心忏悔啊 然后台长你真的太慈悲啊 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啊 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啊 就会笑着面对悲伤 悲伤会化为动力 要用释出世间法去看淡人生 我们要让烦恼随缘飘过 想一想 我们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都有很多人爱过你们 在学生时代都有很多小朋友相恋 这些都是缘分 随缘而去 随风而逝啊 所以让烦恼随着你的人生之缘慢慢的飘过 承受一些人间的苦痛 就是消业障 吃的苦越多 消的业障越多 我们要抓住自己的本性 才能冲破人间的烦恼 掌握好人间的契机 让自己的心重新光明 重新的 让自己的心点燃起一盏火灯 台长告诉过别人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盏明灯 可以照亮自己 过去每个人有一个火把 照着自己的路 台长告诉他 你把这个火把 点燃了千千万万人的心 当你这个火把的火熄灭之后 众生的火把照亮 照亮着你前进的路 所以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救度众生 就是救度自己 救度自己 有一位富翁 拿了三块大小不一样的西瓜 放在一个年轻人的面前 他问 如果这三片西瓜 代表一定程度上的利益 就是利益 你会选哪一块 这个年轻人 想都没想 拿起最大的一片西瓜 很快的就吃起来 而这位富翁 拿起一片最小的西瓜 他很快的吃完 当这位青年人 大片西瓜还没吃完之后 他又拿起桌子上 最后那片西瓜 吃完了 青年人这个时候才明白 富翁吃的瓜 虽然不大 但加起来比他的多 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我们只学会 只有学会 可以放弃眼前的那些利益 我们才能获得 长远的利益 学博人 要学会舍 让别人得 你才能真正的 有所得 香港有位著名的富翁 他的做生意的理论是 以成代人 需要双赢 如果我不让你赚钱 我一定不会赚钱 实际上 这也是一种智慧人生 我们做人要学会放弃自身的利益 而得到更多菩萨的 给你的一些众生 帮助你所获得的那些利益 我问你们 很多母亲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 忘记了自己 就知道自己为众生为孩子活着 天天早起晚归为孩子忙 从来没有自我的 最后他的三个女儿 全部都是在晚年照顾和帮助他 他的所有的失去 最后全部得到了补偿 这就是我们要懂得 舍去人间的名利之心 才能修成菩萨之心啊 佛菩萨告诉我们 生物有生老病死 植物有生住一面 事物有成住坏空 娑婆世界有形的万物 不变的真理 我们要懂得 人间不断的在变化 很多人想不通 就是因为他看不到明天还会变化 他才会自杀 才会想不通 才会忧郁啊 我们不能执着于人生 我们要懂得 我们所有的念头 就是你一切变化的根据 很多人一念一起 脑子马上就会变化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们不能有念 佛菩萨教导我们 有念则生缘起呀 缘起则生因果呀 放弃自身的欲望 舍得舍得 放弃一切想得到的东西 你将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所以希望学博人 不要天天看着今天我所得到的东西 要想到他很快会失去 有一位精神病医院的病人 曾经跟正常人说过一句话 我们精神病患者跟你们实际上差不多 就是我们在于 对某一个事情我们想不通想不开 一直钻在里边 我们走入了死胡同 所以我们才会有病床啊 所以希望我们人 学博要看到将来 要看到过去 过去不可得 未来还没有到 也是不可得的 好好把握住今天 放弃今天所有的名利 想到我们的未来 我们要成佛的人 在人间就要做菩萨 做佛 这样我们以后才能超脱六道 共攀四圣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台长告诉大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遭到了迫害 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 两个人分别出去寻求别人的帮助 大儿子去找了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而小儿子去找了过去他去帮助过他的人 结果大儿子 小儿子被出卖了 大家记住 一个爱过你的人 他会一直愿意为你不出的爱你的 而一个你爱的人 他不一定对你忠诚的不出 所以现代社会真正对你忠诚的 都是曾经给过你恩惠 爱过你帮助过你的人 观思音菩萨一直在爱我们 在曾经在过去在现在 在永远在帮助着 关爱着我们 他就是我们心中最爱的人 祈求观思音菩萨的帮助 而且菩萨会永远帮助我们 那我们得到的是 永远的感恩和观思音菩萨对我们的关怀 佛法人生就是把佛法融进人生当中 人间佛法就是把人间变成一个佛菩萨的道场 为什么要说心中有道场 心中就是一个道场 让我们的心越边越宽广 越来越纯洁 那菩萨才会进入我们的心田 因为我们的心干净 菩萨才能进来 希望每一个人的心 能够让自己的从八十天中 一直到自己的灵魂深处 全变成十方净土 学佛人 要学会 懂得 人间的烦恼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你 如果知道 人间出现很多问题 可以解决的问题 你没有必要 去忧虑 如果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你再担心 也无济于事 所以 当你做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并不需要 去说什么 解释什么 在你理亏的时候 你说什么 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 如果你做对了 你没有必要 去发脾气 如果你做错了 你也没有资格 去发脾气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在一次 古代的法会上 唐素宗 像南洋会宗法师 这是个国师 他请示了很多问题 一边请的时候 这个国师 眼睛看都不看 这个唐素宗一眼 唐素宗非常的生气 他说 我是大唐天子 你居然 不看我一眼 在会中 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他说 君王啊 你可曾见到虚空啊 我看到虚空 可曾对你眨过眼睛啊 素宗无言以对 我们人 在生活当中 整天 在注意 别人 对你怎么样 谁对你好 谁对你坏 每天 患得 患失 不是计较 钱财 就是计较 感情 还有 恭敬心 想要别人 对自己 多多的赞美 要别人关注 和恭敬你 我们学博人 路虚空 虚空境界 不要我们关注 实际上 而我们又何必 去关注虚空 台长 告诉大家 我们不能活在 整天 被别人的感情 所 锁住的一种境界当中 因为这个世界 是虚空世界 这个世界 当一定的时候 你的所有的现在 都会成为你的过去 所以台长希望 你们要关注 认清六道 那就是虚幻 空性 我们今天 所有在这里的人 实际上 一切都是空性 我想问一问 五十年之后 今天在场的 这么多的佛友 会有多少人 还在呢 这就是空性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为了一点 争来的名和利 我们 失去了很多的 良心和本性 这 就是我们不该 失去的东西 而我们得到的东西 很快的 又会变成过去 所以 希望大家 要认清这个世界 只是借我们 借假修正的地方 我们 要懂得 把生真理 由若虚空 真性事实 十方三界 超幻求真 才是学博人 真正的境界 有位居士问一个禅师 重念禅师 他问得很厉害 他问这位重念禅师说 佛陀有没有烦恼啊 就是他说 释迦牟尼佛啊 有没有烦恼 他这个问题很厉害啊 佛陀有没有烦恼啊 他说 有 这个居士 他是学过一点佛法的 他马上就说了 那么 佛陀是解脱之人 怎么会有烦恼呢 这位 重念禅师就说了 因为 你还没有得到解脱 所以 佛陀还会有烦恼 那么 是解脱之人 如果我解脱了 佛陀还会有烦恼吗 结果 这位重念禅师说 有 为什么 因为还有一切众生 没有解脱 你们不要来不及鼓掌 你们不要来不及鼓掌 我还没讲完呢 这个 这个 居士继续问 众生无尽 那佛陀 那佛陀 岂不是永远在烦恼当中度过了 那 结果 佛陀 佛陀自信中的众生 已经度尽了 可以鼓掌了 学佛陀 学佛人快乐是禅 烦恼也是智慧 所以 为什么烦恼 基菩提 真正的菩提 就是用心与实处 真心的 去一切 就是你度了多少人 就是我的心去救度了多少人 你的烦恼才会干净啊 因为烦恼在虚幻当中 所以烦恼其实是没有真实性的 它是属于虚望 很多人可能听不懂 台长给你们解释一下 虚幻的烦恼 因为我问你们 你们小时候的烦恼 现在还有没有啊 你们年轻时候的烦恼 现在还有没有了 等到你们 要走的时候 你们现在所有的烦恼 还有没有啊 说没有的人鼓掌 所以 台长 经常经常的跟大家讲 我们 有时候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自己活着 要为众生活着 想一想 人活着 不为别人 那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要 像雷锋一样的 就想着别人 我们要为众生 实际上用现代话讲 就是叫 为人民服务 想要自己快乐 想要自己快乐 就要把自己当成别人 想让别人快乐 就要把别人当成自己 为人 为人处事 应该怎么样在社会上 要把别人当成别人 怎么样让自己自由自在呢 就是要把自己当成自己 就是要把自己当成自己 台长告诉你们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生病 还算健康 那你比熬不过 每个月将要去世的 十万个癌症病人要幸运啊 如果你还能用眼睛看书看电视 你比一千万 盲人要幸运啊 人有三样东西 那是不能挥霍的 第一是身体 第二是钱 第三是感情 否则你会得不上失啊 用佛菩萨的话说 你会消菩消瘦 消人生啊 有一个小孩子 问老师 老师水能流到天上吗 老师说水旺第一处流啊 这是自然规律啊 水不能流向天空 老师那天空当中的雨是怎么来的呢 老师说天空当中的雨就是地上流下天空的水啊 当然水不会直接的流向天空啊 当水把自己改变成一位气态 成为一种气体之后 它会升上天空 它和云层对接 会形成一种气体 这个时候就会成为天上的雨水 台长告诉大家 在人间 当我们无法改变一种环境 无法改变一种自然的限定 我们可以像水一样 来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心态 成为流向天空的水 创造出一种令人惊叹的奇迹啊 我在6月22号 听众打电话 说去年她的岳母得了重病 台长给她看过图腾 家人帮她念经念小房子 她自己开始念经 很快的病情好转 但是身体好了一点呢 她就不念经不经经了 功课也不念了 结果又复发了脑梗 上次台长又帮她看图腾 说她身上有一个灵性在脖子上 还描述出灵性的样子 事后她家人拿出照片一对 果然这个亡人 跟台长说的一模一样 请大家听一下 谢谢 还有件事分享一下 就是我岳母她去年呢 生了一场大病 我去年住院了 然后过了几天 我就打通您的电话 帮她看了图腾 然后家里人就根据你的 开始给她念的小房子 她自己也念经了 然后有明显的好转 结果过了段时间 身体好了一点 她又不坚定了 然后又不坚持做功课了 结果身体又不好了 看见了吧 十个月前又发脑梗住院了 然后我又打通您的电话 把她看了 你还说她身上的灵性在她脖子上 还描述了灵性的样貌 对 事后家人呢就是怀疑是她过世的同事嘛 就去看了她的照片拿出来一看 就跟您说的一模一样 你看了吧 后来就是看完图腾第二天呢 我岳母就有明显好转了 就不久就出院了 所以说明是台湾就是给她看了图腾就给她加持了 实际上你们不知道 每一次打进电话 看图腾的时候都会得到加持的呀 所以这种东西不可不幸的 对啊 看一模一样啊 哈哈哈 谢谢 台湾告诉大家 我们每天如果不精进 就会无所事事 东看看西望望 你们知道吗 你们是人生的消费者 你们消费的是人生啊 耗费的是你们的生命啊 我们要每天积极的面对的人生和付出 才是人生创造者 一个确信掌握了人间真相的人 是不会在乎别人的反对和认可的 学博人首先要相信自己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 只有你能够创造你自己的未来 人在行善的时候很容易走偏差 因为有时候想做一件善事 但是他的果不一定是好的 在了凡四讯对善做了说明 善有真有假有阴有阳 有大有小有偏有正 不要以为有些人说我在做善事 实际上他没有功德 善事只有当他用自己的薄心和本性 融化在社会当中 融化在为别人为众生而奉献的精神当中 这种善才叫纯善 很多人以为自己做了善事 实际上他造了恶业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什么叫真什么叫善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学博 思想要正 绝对不能邪 我们要正信正念的学博法 要正信正念的爱众生 反对邪法 邪教 反对一切危害人类心灵健康的东西 相信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纯洁 我们的意念会越来越干净 我们的心会向着菩萨迈进 但是呢 时间关系我不能讲了太多 因为很多人来还想叫台长看图腾 台长要留一半时间给大家 当场告诉你们 你们应该怎么样拥有你们未来的人生 实际上图腾呢 就是一个人具有的一种特殊的能量体 很正常的一种能量体 就像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 易经和八卦一样 是一种让人知晓生命的一种方法 看图腾不是台长的目的 台长的目的是要帮助大家进入佛门 我们要明英国懂轮回 好好的学博念经 这样才是正信正念的改变命运 台长只要讲得动 我就一直给你们讲下去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相信 我们中国人民是有智慧的 我们中华文化那是最优秀的 我们的佛法那是精髓 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念大悲咒心经 我要走遍全世界 现在在全世界都有性灵法门的我们的佛学共修会 都是合法的政府批准的这些慈善和一些佛学的机构 我希望他们发挥作用 还是我那句老话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每一个人都要学观思音菩萨 成为观思音菩萨的千手千言 你们在做的就是观思音菩萨的千手千言 你们在做的就是观思音菩萨的千手千言 希望大家精进学佛 努力修心 共攀四胜